洛杉矶县近日推出了和烟草分手的宣导活动 以西好莱坞、长滩和洛杉矶县各地的夜生活据点和健身房为重点 强调用新的分手说辞来鼓励烟民结束他们和烟草之间的毒害关系 尽管洛杉矶县的吸烟率相对偏低 但是LGBT民众的吸烟率仍然高得离谱 部分原因在于烟草从业者们以他们为目标的促销活动 洛杉矶公共卫生部公共健康总监兼卫生官员Jonathan Fielding医师表示 和烟草分手宣传活动抵制烟草从业者的广告行销和既定的社会观念 以能够得到社区回响的方式传播正面和健康的信息 令人难过的事实显示 洛杉矶县仍有大约90万的烟民 根据估计每年烟草有关的疾病对本县造成43亿美元左右的财政负担 县政委员Zab Yaroslavsky表示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降低这些数字 就必须加紧努力和吸烟率远高于一般民众的族群取得联系 例如LGBT社区 和烟草分手宣导活动的个别项目包括 酒吧和健身房内的广告 派遣分手小组街道专队到热门夜店生活据点进行直接介入 免费赠送运有宣导文字的标章的内衣 保险套润滑剂和薄荷糖 和包括分手小组成员回应烟民发布的推文 目前为烟民的LGBT人士如有意戒烟 或希望协助亲友戒烟 可登入lastdrugla.com查看有关戒烟的讯息和资源 或打电话给加州烟民热线1800NoBuds 接受免费且保密的戒烟辅导 国际卫视记者综合报道